绿营推出游锡坤参选新北市长 国民党会推谁来打这一仗呢 外界推测或许朱立伦可以不必披挂上阵 而直接搅住2016的总统大位 不过有蓝营的立委指出 朱立伦应该竞选连任 累积政治能量才可以在市议员的选举 发挥母鸡带小鸡的功用 面对绿营人选底定 新北市长朱立伦还是老心栽栽 至于选举那一年后的事前 我们不是在野党 我们必须是现任的市长 我们把市政做好 闭口不谈会不会竞选连任 只是一再强调要把市政做好 但绿营确定是游锡坤之后 外界认为国民党可能会因此 推出其他人选角逐新北市 这样一来朱立伦将可以职攻 2016的总统大位 不过这样的推论 蓝营立委不太认同 朱侯没有选择战场的权利 我觉得他只有一条路 他一定要选 不管他要不要拼2016 这一仗他不能缺席 不断的透过选举累积他的政治能量 把新北市这边的市政做好 然后怎么样去蔓延 怎么样去渲染到周边的县市 甚至于有机缘 去跟桃园以南的民众 去做更好的结缘的话 那对于他的未来是更稳渣稳大 最重要的是他必须给新北市的地方人士 一个母鸡带小鸡的一个作用 出称新北市的江慧珍强调 朱立伦应该要站在整体战略高度的位置 考量整体局势 朱立伦还没松口2014年 要不要连任 但一举一动已经让各界关注 留下许多想象空间 优优电TV由江慧志刚综合报导